开局,我是一只大花猫 我来参加叙述大乱斗了 大萝卜非常的有营养 我要全部都吃掉 这,这,这什么情况 我都还变小了 而且还变成一只小猫咪 可是地上只有大萝卜和奥利贝啊 我当然要吃大萝卜了 完了完了,我又变小了 我都怪怪,居然变成了一只小幼猫 这是啥意思啊 难道是想让我吃奥利贝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就算输掉了比赛 我也不会吃地下的奥利贝 你自己玩错了 你也好红颜色的 大萝卜就会变成大鸡腿了 好吧好吧 这一次我就惊你的 哎哟我去 说什么呀 大萝卜果然变成鸡腿了 我净化成了一只大花豹 小可爱告诉我 只要我多吃地上的鸡腿 还有可能计划呢 我真的想知道 最后能计划成什么呀 听说终点还有个三头犬 想挑战我 什么情况 果然不出小可爱所预料 我竟然计划成了一头大恶猫 你个臭大猫 实力太弱了 就不如想打败我 简直是做梦 可恶 这个三头犬也太嚣张了 你给我起飞吧 小五妹呀 小五妹 你在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么可爱的小英雄啊 我看这些英雄攻击力很强啊 可以射出弓箭和发出炮弹 原来这些怪物是千刃雪和比比东 还有朱竹青用魔法变出来的呀 他们想用这些怪物去伤害唐三哥哥 这怎么可以有人去伤害唐三哥哥 小五妹呀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唐三哥哥 唐三哥哥是我们大家中战斗力最强的呀 他的蜘蛛魂骨和浩天锤是最厉害的 小五妹你是我们的女神呀 小五妹呀 小五妹 你一定要打赢千刃雪和比比东他们 快看快看 怪物又来了呀 这些怪物一定不是小五妹妹的对手 你一个八段摔就可以把他们摔死 听说比比东和坚韧雪上次要去找唐三哥哥玩 但是我们的唐三哥哥没有理他们 因为唐三哥哥说他只想和小五妹妹玩 所以他们这次才会用怪物来伤害唐三哥哥 小五妹呀 你还有很多支持你的小伙伴们呢 他们一定会保护你 他们不会让比比东和坚韧雪来伤害你和唐三哥哥的 小五妹呀 小五妹 你真是太漂亮了 而且你也非常善良 你一定要和唐三哥哥好好在一起呀 至于比比东和坚韧雪 唐三哥哥一定不会理会他们的 唐三哥哥根本不会和他们玩的 唐三哥哥只会和小五妹妹永远在一起 唐三哥哥前几天和我说 小五妹妹在他心中是最好的最漂亮的 哎呀 小五妹你终于赢了